哈囉大家好,我是妹妹Lian 我是姊姊Mi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 其實在前陣子我們去參加了一個催眠工作坊 有在IG上問大家說大家會不會對這樣的東西會有興趣 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催眠是一個很玄的東西 有些人覺得為什麼要去做那樣的體驗 會覺得說到底是真是假的 先開始分享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去參加這次的催眠工作坊 那其實我們兩個都是因為我們一個共同朋友 他先去參加了之後跟我們分享這個體驗 然後我們就覺得他講的跟我們想像中的催眠完全不一樣 我們就覺得非常有興趣 那其實我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想要體驗催眠 是因為從去年開始我就接觸到很多跟心理學還有心理諮商相關的訊息 然後其實在歐美其實有非常多心理諮商 都會幫他們的個案或者他們的病人會進行催眠 那因為其實在心理學跟心理諮商裡面就分享到 其實就算我們是行者的時候還是有很多我們的情緒 或者是行為模式都會受到潛意識的影響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催眠到底是什麼感覺 那我潛意識到底在想什麼 那其實催眠的練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師其實是用一個比較科學方式來跟我們分享的 雖然我們參加的工作坊它叫做潛意識回溯 可是老師在講的時候他其實提到非常多次潛意識 他有時候會說是你潛意識告訴你 但他同時也會背注說也是你的潛意識在告訴你 那大家一定會好奇那催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其實平常像我現在我有意識的時候 我在跟你講話 我們人的腦波其實都是貝塔波 那其實催眠的時候就是透過讓你的身體變得比較放鬆 所以讓你的腦波變成阿法波 那聽到這邊大家一定會想說或是幻想說 那進入催眠這個狀態是不是我的意識是不清楚的 就是我是不是有一種混混欲水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比如我之前在做瑜伽的時候呢 我們會進入最後面就是瑜伽就是體胃法上完之後 老師就會說那我們現在就是你要躺下來 然後進入一個大休息的時候 那其實瑜伽這個時候是為了讓你比如說血液稍微流通一點 大休息不是叫你睡覺 大休息其實是躺著的冥想 那其實如果你有真正成功的話 你會感覺進入到一個狀態是 你的意識是有點清楚的 可是你的身體是完全放鬆的 我那時候聽老師講的時候 就覺得跟我在瑜伽大休息的時候 那個狀態是有點類似的 這次的催眠當中呢我覺得最驚訝的一點是 我們在整個催眠過程中 你的意識是超級超級清楚的 所以你會非常懷疑說我到底有沒有進入到我的狀態 就你現在問我說我有進入到催眠狀態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把眼睛閉起來隨時閉起來 或是你平常是你要想事情的時候 你腦中是會有畫面的 可是有一些人畫面是可以很清楚 有些人是比較模糊 或是有一些人他其實是 不是屬於那種是很靠影像的 他是可能是靠一個感覺 所以老師會訓練我們說 比如你想像某一種東西 然後看說你有沒有辦法 在你腦中閉起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畫面 好那像剛剛Mindy分享 老師要我們練習的呢 叫做視覺意象 就是當你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有畫面出現 但不是每一個人視覺意象都這麼好 有些人可能是靠感覺意象 然後其實在催眠的過程中 你看到有東西 有人是很完整的 有人可能是很片段 有人是清楚 有人是模糊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好那接下來就開始進入到催眠的過程 因為其實老師就說 其實你前世或前醫師有非常多訊息嘛 那在這次催眠當中 只有短短的30分鐘 那我們要接受到哪一段資訊呢 比如說有些人會去催眠 是因為他比如說他最近有什麼狀態不好 或是他有一件事很糾結 他希望透過催眠來解決他的問題 雖然說我們兩個不是 可是老師就有說 欸這個時候的 再給你這個訊息 是你現在你人生最需要的 然後會給你這一次的這個回放 催眠開始是說 老師想像說 欸在這個花園當中呢 出現了一個電梯 然後你要坐這個電梯呢 下到10層樓以下 老師就會到我說 電梯門打開呢 你就會開始看到你前世 打開的時候 我們兩個好像都是 就是沒有立刻有畫面來 前面那些花園是自己幻想 就是你並起來自己想像的花園 都是很栩栩如生 因為你就可以自己想像嘛 因為像我是本來就很愛想像人 所以其實畫面都很清楚 然後打開應該是要有就是 好像進入夢境 會比我想像中更真實 可是結果 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感受到任何東西 就是 就是一片黑 因為原本是有畫面是在花園 然後突然間就是 感覺到眼罩的那個黑 因為我原本幻想好像可能 進入催眠 會進入到一個我前所未有 從來沒有體驗過的狀態 可是完全沒有 就如果當下你想要說話也可以 你想要把眼睛打開也可以 然後老師會給一些 就是他會帶領我們 所以他有時候會停頓 然後讓你感受一下 然後他會給一些指令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出現畫面 那其實那個畫面 真的不是大家想像中 就是像夢境那麼清楚 就是真的很像是 你現在眼睛閉起來 你自己會想說 我要吃一顆蘋果 然後你會自己幻想出來的這種感覺 但老師說 老師他在整個過程說 你不要一直糾結說 這到底是不是你想像出來的 要相信你的直覺 這句話老師最常講說 你要相信你的直覺 現在你突然間有什麼感覺 或是突然間有什麼畫面 或是突然間有什麼想法 這就是你的前醫師或你的前世 在給你的訊息 我先講我的 突然間看到一個女生 但那個女生是那種感覺 像穿著少數民族的服飾 然後是一個外國人 就我記得他臉上還有雀斑 然後呢他就在我面前 就是有點在草原上跳舞 因為一開始是 老師是說花園 所以我就發現說 我有點緊張說 他那會不會我的電梯 都沒有下降成功 就我還在那個草原 可是我想說奇怪不對啊 剛剛是花園 現在是草原 我到底有沒有換場景 然後就有點糾結 然後我想說 欸所以我是用第三試者在看嗎 因為我是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我以為我是她 可是我就覺得 這個女生就是跟我沒有共鳴 就我不會覺得 我知道她是怎麼樣一個人 然後這時候老師就一直說 欸你要看看這附近啊 就是看看這一室 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是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環境是什麼 你可以到處走走去感受 可是我就沒有看到其他 我就只有看到草原上有一個 在類似在跳舞的女生 再放鬆一點的時候 就是老師會說 你會看到更多的 他比如說身旁周遭的場景 然後我只有感受到說 這個少女好像是住在一個 就是比較濃根型的社會 就是不是那麼現代化的 開水前三分鐘 我想說死定了 我現在沒有被催眠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原本以為很像是電影按play 就會有很多畫面自己跑出來 可是其實我這次 所有催眠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的畫面 其實是非常不清楚的 然後呢也非常片段 就是我都沒有任何跟有人 有互動 或是有個很完整的故事 一床電梯走出來也是一片黑 然後這大概真的過了三分鐘之後吧 然後我才看到 我好像是在一個 可能像清朝的大街上 然後人非常非常的多 嗯 但我們接下來會都會用 看到這個詞彙 但不代表說 我們是透過眼睛去看 其實我們是感受到 對 但是我們會用看到來說 因為是比較偏畫面的 好 那接下來老師就說 你可以感受到你那一世 你小時候的過程 嗯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 但是我一開始不是看到一個少數名的女生嗎 但是他講到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小女生 就是跑在一個像是在英國那種 超級大的那種洋房裡面 有點像Downton Abbey那種 也有點像是 Anna小時候在家裡跑 就是非常大的 就比較偏歐美的那種 就是Anna Elsa的Anna嗎 對 他們家就歐美的家 然後小女生在樓梯間在跑 然後就 然後但是我大概就比較 跟那個小女孩有共鳴 我就覺得 那是我小時候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第一個 少數民族女生的時候 是沒有感覺我是她 然後後來老師就說 那接下來你可以感受到 你那一世的工作是什麼 就你的工作場景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的畫面 是我就在一個 就是那也是大房 就感覺是同一棟房子 我就都住在那一棟房子裡面 然後是長 感覺是長大了 那時候我是第一人稱的視角 所以我不會看到我自己 然後呢 老師就說 你可以看到你在工作的場景 然後我原本就幻想說 欸我很好奇 我那一世的工作是在做什麼的 那我就看到說 我是坐在那個一個房間 有點像辦公室 有一張辦公桌 然後我坐在辦公桌上 在寫東西 然後會有很多仆人 進來幫我拿擦水什麼的 然後會遞給我東西 有點像是那種東西 要我簽合約這樣子 那我的工作 那我就感受到說 喔 那我感覺我的工作好像是 就是有錢人的 可能地主或幹嘛的 比較有社會地位 然後我需要就是解決 就是我需要簽署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鋪人會幫我拿出去 我工作就是這樣 那我自己呢 就是先回到 可能小時候住的環境 我就進入到一個大宅院裡面 就很像是以前可能 大家有看環珠哥哥的話 耳康他們家的感覺 就是很大的庭院 然後很多個房間 可是我一進去 裡面就是空無遺物 非常非常的空 沒有小時候就是空的 感受不到我那種是小時候還怎麼樣 我只知道我進入到 那裡就是一個大宅院裡面 然後在大廳呢 就有一個老奶奶 可是我跟那個老奶奶 也完全沒有任何的互動 然後我也完全感受不到 我跟他有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朋友有分享說 在他們的催眠過程中 他們有碰到其他的人 其實他們很快就可以感覺到 那個人是他的家人 親人 或者是愛人 可是我完全感受不到 因為就有人分享說 他知道說他碰到這個人 是他這一 就是真實生活中的媽媽 或是他爸爸 可是不代表說 他們說 可是那個人長相是模糊的 可是他就有一個感覺說 這個人是我媽媽 就是一個很感 一個突然一個感覺 就是被你感覺到了 然後我完全是沒有的 然後所以後來進入到我工作做什麼 我就發現我站在一個櫃台裡面 然後我在播算盤 就是那種古代的算盤 就很大顆那種 然後我就看到我前面有很多工人 在搬東西 就我覺得就是在那個店鋪裡面 覺得是非常忙碌的 可是我就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算算盤 因為老師有說 那你可以看看旁邊有沒有什麼人 跟你一起工作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往旁邊一撇 欸沒有欸 櫃台裡面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其他人都很像是手下 在那邊忙自己的工作 老師就說 你現在你可以到處走走 就可能看附近有什麼人 或者有什麼其他的景象 就任何東西都可以給你資訊 所以我就是到處想要走走 我就走出就是商店的門外 然後或者在櫃台走一走 然後當下都突然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我就突然覺得 天啊 好孤單喔 就真的當下 就突然有一種孤單的感覺 跟情緒襲來 好那我那時候呢 我就是在想說 天啊 我是在一個人是大戶人家 就是 可能是什麼英國貴族之類的 就住在大房子 然後家裡面都是仆人非常多 然後我想說該不會 就是家裡就只有我 然後就是只有仆人吧 就我也沒有其他的家人 就很緊張 可是我在我一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感覺到一個 男性的 就是一個形象 可是我看不到他的臉 然後我就在裡面當中 他出現的時候 我就立刻可以這樣子跟他 我就是這樣搭在他的身上 但是我想要往上看他 就是他蠻高的 我要往上看他臉是看不到的 是模糊 可是我就可以感覺到說 是搭在他肩上 那我就當下我立刻感覺到說 這是我老公 就是我是有老公的 對 所以我就 我在裡面中 就是有感受到說 有老公這件事情 接下來呢就是老師就開始 引導我們 現在呢可以看到 你那一世當中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場景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就想說 我就我換想說 原本之前我想說 欸那我會不會就是 立刻換場景 那我發現沒有 還是在原本的房間裡面 那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就沒有跟上老師的那個tempo 老師的指令我都跟不上 因為老師就說 你有可能會跟不上 但沒關係 你可以等待他 然後相信你的直覺 那我想說 好吧老師一直講相信你的直覺 那我可能就是 這件事就發生在這個房間吧 然後可是就是 場景就完全幾乎沒有什麼變動 然後但是後 這個房間裡面已經沒有老公了 然後我後來就是 有一個仆人就進來 就是他第一個東西給我 可是因為我前面工作的時候 也是就是 仆人第一個東西給我 然後我可能就看一看 我就簽 可是我就突然間覺得 這個東西好像很重要 就我好像 我簽了感覺 會發生什麼事的感覺 那我就想說 這到底是要幹嘛 然後這時候老師又給一個指令說 那你會看到這件事結束的一個結果 然後那時候我就 突然間看到 一開始看到那個少數民主的女生 但是她是 她是躺在一個類似那種 像是 傳伐形狀的一個 像 結果我那時候沒有覺得很像棺材 就躺在裡面 然後手是這樣 就是感覺是很安詳躺在裡面 然後我當下就想說 是不是我簽署了 某一個東西 可能會影響 可能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居住地啊 比如我把他們的地拿來幹嘛 所以他們就沒有地方住之類 就是會看到她好像是死掉的狀態 可是我當下也沒有覺得害怕 或是覺得說 很不好 但我有覺得是一個 我在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那在開始第一個事件的時候 我看到的就是 我又回到那個大宅院裡面 然後因為原本我上次看到的 不是空無遺物嗎 然後我這次就突然看到 就是在大宅院的中庭的地方 就有非常多圓桌 很熱鬧 就很多人在那邊吃飯 就斑斗那種感覺 對 可是我還是感受不到 那個是什麼場合 或者是那些人是誰 可是就突然感覺到 就是很熱鬧 然後過了一下子之後 那個畫面又突然回到的是 非常空蕩 空無遺物的大宅院 然後老師就說 好那現在結果是什麼 然後到結果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就要離開這個家 可是我一樣對那個人 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因為其實在當下 你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其實我在當下 我就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人是誰 所以其實就是沒有一個ending 對 而且我覺得很深切 就是因為你的意思是清楚 雖然你看到那些畫面 其實你還是可以想其他的事情 對 但他就會一直想說 好想尿尿喔 想說我要不要起來啊 然後想說我爸爸的眼罩偷偷拿起來 看一下大家在幹嘛 其實其實意思都是清楚的喔 好 然後接下來老師就會說 那接下來就是 再給你看你人生另外一個事件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呢 我終於換場景了 我換到感覺是 同一棟房子裡面的一個臥室 然後躺在床上 然後想說 可是我感覺我自己 不是一個老太婆 就覺得可能是 可能是中年吧 就是身體沒有到那麼靈活 可是自己沒有到真的很老 好然後那個事件的時候 我就躺在床上 然後想說 這事件是在幹嘛 就是這個重要moment 我要幹嘛 我只是在床上躺著 我已經是在那個狀態室 我看到自己躺著 然後我又看到那個躺著自己 看到一個畫面 可是那個畫面感覺是他在幻想 就要幻想出一個年輕的少女 就是身體很靈活 然後很曼妙的身材 在大跳舞 就是跳一些 就是在草地上跳舞 我就感受到說 那個躺著的我 好像是很羨慕他 就是我很想要站起來 就是羨慕他可以這麼年輕 可以很靈活的跳舞 可是我現在可能已經比較步入中年 沒有那麼靈活了 然後老師也說 這一次的事件 你可以看到一個結果 我也沒有看到什麼結果 我就是感受到這個過程而已 我在中年的時候 我在躺在床上的時候 我就檢查我旁邊有沒有睡人 然後忽然是空的 然後我還想說 嗯?就是我老公呢 可是我一看到旁邊的是空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感受說 我老公其實已經過世了 所以在那一世的時候 我老公可能在我中年的時候 就已經離開了 可是我就感覺他好像 我們感情應該是蠻好的 就是我看到他的 空蕩蕩的床是空的時候 是有一種覺得很想念他 憂傷 是想念不是憂傷 那我的第二個重大事件 就是我又自己在那個大宅院裡面 就是走來走去 可是感覺是在一個後院 然後也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突然之間 就有人就是敲敲敲 就敲我那個就是柱子 然後就回頭說 欸怎麼突然有一個人出現了 可是我一樣 還是跟那個人沒有任何的感覺 然後我也沒有看到這個事情的結果 就只有一個真的非常片段的畫面 就我自己也不懂這個畫面是什麼意思 對所以我當下到這個時候 我都會一直很質疑說 這些畫面 到底是我印象出來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當下也會有一個想法說 可是好像這些事情 又都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就是我就是都在同一個房子裡面 所以就想說好不好 我要相信我的直覺 然後接下來老師又引導我們說 好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你這個 你這一世 你死前的最後一個月 然後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感受到 我還在同一個大宅 就是同一個大房子裡面 但我在一個很大的宴會廳 然後我坐在一個角落 坐在椅子上 然後在和類似英式下午茶 這樣 可是我感覺我自己是一個老太婆 然後就是有拐杖在旁邊 然後就是撲人進來 就是拿餅乾 拿茶給我 然後就覺得身體也沒有很不舒服 就只是我就是老了而已 還是有人躺在床上 然後我身邊是有個人陪著我的 就感覺 死前一個月就看到了 對 就是反正因為老師會不斷減斷 就是你接近你死亡的那個時間點 可是我的那個畫面其實都差不多 我都是躺在床上 然後有個人 一個人陪伴在我旁邊 然後我感覺 那個人很像是 丫鬟 可是我也不是很確定 好 然後最後呢 就是先是一個月 然後接下來老師說 可以看到你死前的就是幾秒鐘 五秒鐘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感覺到 我就是又躺回一開始那個床上 可是我就可以感覺到 我已經是個老人了 然後到死前五秒鐘的時候 我感覺我自己是在睡夢中過世的 就是我沒有什麼病痛 然後 而且我是有點期待 因為我就是 我那時候有一個感覺就是 因為我前面已經感受到說 我老公過世嗎 我就覺得我終於活得 可能老公在我終於 可能四十歲就過世 那我死的時候可能六七十歲了 所以其實已經一個人過很久了 然後都跟仆人而已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當他覺得說 我完全不害怕 因為我覺得我死 我可能就可以跟我那一世的丈夫 會碰面 所以就是一個很安詳 就是感覺睡著了 就沒有經歷到什麼很恐怖死掉的場面 後來老師又給指令說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的是 你死亡之後來接你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就是 遠方有一些很多人 可是我也都穿了 很像英國的服飾 然後就是 他們在的後面是很亮的光 然後就有一個男性 然後突然間出現 就是比他們離我更近 然後就是敞開雙手這樣迎接我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時候 衝過去然後抱住他 就兩個人就是相擁 然後我就立刻知道說 那就是我老公來接我 然後我們終於就見到彼此了這樣 然後我自己呢 是那個畫面一出來 就是很像孟婆橋的感覺 就有個橋 所以你的場景都真的都是很中國的 中國的 然後就是我的橋這一端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就想說 那要走過去 老師說你要看有誰來迎接你 可是完全沒有一個人來迎接我 可是在對面的橋那一端 也是一樣非常熱鬧 有很多人 是市集嗎還是什麼 就感覺是在一個空曠的 空曠的地方 然後就有很多人在那邊 這一次的前一世中 你有什麼 有沒有學到什麼課題 有沒有什麼 學到什麼樣的經驗 或是你有什麼東西 是你這一次要讓你 就是那一世 為什麼要讓你看到這一段回憶 然後那個人可以告訴你 這樣 然後我就問了我老公 然後呢他就說 然後在這一世當中 你可能會一直都覺得很孤單 然後我就覺得沒錯 就是我的確覺得孤單 因為就是 我的家人都不在 就是都只有僕人 然後僕人感覺跟我也不是對等的關係 然後然後我想說 欸對有這一世 就是的確就是 就是獨處的時間也是非常的多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 然後他就說 那你做 你不要擔心做任何決定 就是那些決定 都是已經是做出來的決定 就不要再糾結他的對或錯 那我想到 欸都有對應到我前面在簽署的時候 我一直很糾結這件事 然後他就說 那你那一世 就是那一世的時候 因為你的身份地位關係 你可能都沒有辦法 就是有太多人可以給你意見 你就要自己做很多決定 所以壓力會更大 然後接下來呢 但是在現在的生死生活 你可以參考一下 很多人的意見 然後你就算做了決定 你也要相信那決定 是對的跟好的 然後你真的 你現在不管做什麼決定 都是最棒的 就是我感受到 他給我的訊息是這樣 然後因為我自己到那邊 雖然旁邊有很多人 可是我完全沒有人可以問 然後也沒有人跟我 說任何的話 我也沒有感覺到任何的 別人給我的訊息 可是我當下 我腦中 就是可能 maybe是我前一世 給我自己的訊息 就是有一句話就是 人來到這個世界 都是孤單的 就其實我覺得 在這次我催眠的體驗當中 其實我並沒有感受到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可是我一直有一個很 深刻的感受跟情緒 就是孤單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在中間 老師引導的時候 其實我在戴眼罩的時候 我是有點泛淚光的 就是因為我感受到那個 Lonely 對我就是真的感受到 那種孤單的情緒 就是習來 然後我就覺得 是有點難過嗎 所以我就有點小泛淚光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還是我潛意識之中 我是覺得我自己是很孤單的嗎 或是你孤單是你一個人生的課題 你要學會 因為最後老師會給大家 意見 就是我們大家就是 坐起來然後分享說 你看到什麼老師會給你一些想法 然後我妹妹那時候就是 老師就說 你可以去關心一些孤獨老 獨居老人 關心他們 然後你要學會獨處 這可能就是你人生的課題 你學會就不會那麼 就這件事情 你就不會那麼 就是覺得不開心 因為老師有說 表示這個是你的課題 可是你不能逃避他 你要學會面對他 接受他 就是要學會跟自己相處 對 然後老師就說 所以你可以要有一個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房間 對 自己的房間 然後老師一講的時候 大家就全場都想 因為都是朋友 就大家都知道說 就我之前都一直很想跟我妹 有同一個房間 然後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人的 其實有某種程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很類似 雖然說我們在的 我是外國 他是在清朝 可是就是 我們的場景是 就是我們都在大房子裡面 然後我們沒有跟很多人 就是有互動 孤獨也是我第一個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我孤獨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點 除了我是一個人之外 其實 我就覺得我那一世都被困在那個房子裡面 就是 因為可能就是我是有錢人 然後我要做很多 就是我不可能隨便就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常常 我就記得說 我那個辦公桌 我前面是兩扇門 然後仆人就會從兩扇門進來 然後我後面是兩個大窗戶 然後我就記得 我一直看 那我想看出去 看我們能出去 可是出不去 可是外面就是一個很大的草地 然後就是很想要出去 所以那個老師給我的建議 就是說 那可能這一次你就要多出去走走 你要到處去看 然後能去多人就去多遠 然後去體驗各種不一樣的生活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因為我們原本會想去 是因為朋友回來之後 跟我們分享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故事 好像他真的看到他的前世的一生的感覺 可是我們真的自己去體驗的時候 我發現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我分享一下我這次體驗完的一個想法 跟人家講說我去做這件事 大家都會第一個問我說 那你有催眠成功嗎 我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催眠就不是一個 進入到一個特別的狀態 我就跟平常坐在地上閉眼睛一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也不會去糾結說 他到底是真是假 因為對我而言 就算是前醫 maybe就是前醫師給我的訊息 因為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知道你平常躺在床上睡前 你可以想像到任何一件事 或是曾經我也想要 就是平常我要試著冥想的時候 我眼睛閉起來 就會有五花八門的想法突然間來 所以我覺得 想法是可以有100萬種的可能 那為什麼那個當下就看到這個 就想到這些呢 對 所以我就覺得那maybe就是 有要跟我傳遞一些訊息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這次的催眠 其實是還是有收穫的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體驗 我不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很很玄是什麼的 我就是 我就確定說 欸我覺得 至少我下一次要做的時候 我知道說 反正我又不是被人家好像弄昏 我是一個 意識很清晰的一個人 我要再體驗也是可以 嗯 好所以就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自己這次其實催眠的過程 我覺得其實以前 我都不覺得我是一個這麼怕孤單 或是沒有辦法自己相處的人 可是真的是近 近一兩年 就我一直說我想要更認識我自己的時候 我有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又在這個催眠過程中 讓我這麼深刻的感受到這種孤單強烈的情緒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大家不要想像說 你好像催眠真的是會看到像是你做夢一樣 一個完整的故事 可是你就跟我一樣 看到很片段 你可能在過程中 你根本也不知道這些畫面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感受到其實是一個比較強烈的情緒 就是他就是平常是比較感受不到自己情緒的 可是透過這個次的工作坊之後 他就是感受到說 欸其實是我是害怕這個孤獨的感覺的 嗯 這一次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參加這個前世回溯的催眠工作坊的一個體驗 然後覺得催眠這東西真的蠻有趣的 很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都知道催眠這個東西 可是真正體驗過的人我覺得還是少數 因為其實像電影都會演說 就是我現在突然是清醒 說五四三二一睡 對 然後好像而且老師可以說叫你做任何事 然後你被老師控制 可是完全不是 可是完全不是 因為我當下就是我 完全就是可以站起來去尿尿的一個人 對 我只是選擇我先不要 就是先 follow 一下老師的指令 而且在那個過程中 就是你真的是還是會有你自己的意識 你的想法 因為我就會一直質疑說 我看到到底是什麼 對 為什麼我會看到這個 就還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同時會出現 這就是我們個人分享我們催眠的體驗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吧 小鈴鐺打開 才能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